各位同学,大家早上好!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教育视频!我是老师 今天,老师要和大家分享五年级设计一公益的第82页 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储水种植系统的优点 这一个就是我们在之前的视频都有和大家分享过的储水种植系统 它其实和传统的种植系统相比起来,是有很多优点的 第1个优点就是意义打理和养护 第2就是省水和节月庸水 第3就是农作物的根部不易腐烂 第4就是介质和养分不容易流失 至于第5和第6呢,我觉得简直就是植物的福音 病虫草害的风险小,而且蚊子也不易置身 所以呢,有了这一个储水种植系统 我们还不需要担心蚊子在我们的种植系统里面 置身它的温床 同学们,除了这些优点之外 你们还能说出其他的优点吗? 欢迎你们在下方的评论和大家留言分享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活动2 这也是我们今天要进行的一个小活动 准备4杯颜色的水和3个空杯 如图摆放后,用纸巾带把相邻的把杯子连接起来 观察变化并说明原因 这一个其实就是毛细现象 这个毛细现象和我们之前和大家分享过的毛细颗粒是一样的 那接下来,让老师转换一个平台 然后和大家一起分享今天实验的结果 好,同学们 我们已经根据课本准备了8个杯子 那么,它的颜色水呢 老师就会使用这个Watercolor 来调配出来 然后还有这个纸巾 我们也是会剪成一条一条 来观察这个毛细现象的 那我们马上开始 好,同学们 那接下来就是把这些纸巾 带把相邻的把这些杯子连接起来 我们来试一试啊 那接下来我们就给一点时间观察一下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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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同学们 两个小时已经过去了 那现在让我们来看看 我们的实验进行到如何了 好,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那个红色和蓝色的颜色 水都稍微有减少的迹象 然后你们也可以看到 这边有一点黄色的颜色水 同样的这边也是一样 好,这说明了什么呢? 这说明了 这一个毛细现象是存在的 水是真的可以从这个地方 转移过来空的杯子的 好,所以这样子的原理呢 就非常的适合运用在我们的 储水种植系统了 好,如果同学们想要看 这一个毛细效果更明显的话 我们就要等到明天 才可以看得到啦 同学们,早上好 现在是早上九点钟 距离昨天八点晚上开始的实验到现在 已经是超过了十二个小时 大家都可以看到 水分又在增加了一点 所以从这一边 我们就可以看得出 储水种植系统 它的工作原理是怎样的 好,同学们 在还未结束今天的视频之前 让我们来看看会开花的指数吧 你们可以使用手机 然后扫描这个QR代码 就可以去看到这个开花的指数 所以今天的教学视频 就到这边告一段落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一期再见